花莲出现了雨铺彩虹的奇景 就在今天上午在中央山脉 民众在雨铺当中看见了彩虹 开心地立刻拍了下来 而专家说这个现象常常在夏季雷雨之后发生 代表说天气不太稳定 提醒民众未来一定要小心 气候可能会有巨变 远处的山头被厚厚的云层覆盖 但还是遮不住这难得一见的雨铺彩虹奇景 这样的器官出现在31号上午的花莲天空 原来是因为位在西边的中央山脉 连续下了两天大雨 一直到隔天清晨还下个不停 甚至出现壮观的雨铺现象 就像天空破了个大洞 接着被东边升起的太阳一照 中央山脉上头的天空 居然就出现了雨铺彩虹 我们看到雨铺机会是有 在夏天变成彩虹 那要看到早上刚好光线 阳光的角度要过 罕见奇景全被民众拍下 这天的雨铺彩虹连续三到四次 发生在山头附近 每次的时间约维持7到8分钟 一下消失 一下又出现 看到奇景虽然很幸运 但可能是天气极度不稳定的征兆 小剑的雨铺彩虹现身 再加上7月都没有台风 专家呼吁民众最近要特别小心 台湾附近的低气压 对台风生成的影响 记者陈金燕 华联报道